當時香港的電影 主要的市場在哪兒 在台灣 那會兒大陸經濟不是那麼發達 就沒有頭大的電影市場 而香港又是彈丸之地 那麼台灣呢 這些華人觀眾呢 對香港電影很喜歡 所以當時香港電影的 主要市場在台灣 台灣當時就提出來 任何一個香港演員 要是跑到大陸拍戲起來 那台灣不允許都要封殺的 你得寫悔過書幹嘛的 結果火燒圓不圓垂簾聽證呢 是李漢翔和大陸合拍的 在北京拍的 梁家輝呢 在這裡邊在大陸待了好幾個月 拍完這個戲 等回頭這個戲再過台灣 台灣不要 說不行 這是跟大陸合拍的 不符合我們的精神 而且這裡頭演員 他如果要想再有電影 能進到我這兒 必須寫悔過書 那個時候梁家輝 有一大把的電影 結果一到台灣 台灣不讓話 為啥 你到大陸拍過片 必須寫悔過書 這時候周日發呢 作為這個梁家輝大哥就說 你呀 寫個悔過書 沒啥 這玩意都黑不提白不提 就走個形勢 你得掙錢呢 梁家輝這時候 那點血球氣上了 不幹 我又沒做錯什麼 我是個演員 我沒地方做錯 我就拍個戲 憑什麼寫悔過書 我就不寫 周日發說你別倔呀 你怎麼這麼僵呢 這麼實在呢 你贏復贏復 過去就完了咱得賺錢呢 梁家輝堅決不答應 我沒做錯平常戲 再說我不掙錢 我餓不死 最後那一年多 沒有任何片方敢找得拍片 為啥拍完 拍完放不了 你投資學本無歸 這不行 所以梁家輝沒戲拍 掙不了錢了 咋辦呢 這時候跟他老婆倆人 這時候就看出相濡隱默精神頭 這時候就看出了 也有矛盾 怎么怎么如何什么的 你像现在我们看 有些夫妻类的节目 经常有那个影星啊 什么名人的 上去秀恩爱 真正恩爱两口子 是不需要到大屏幕上去秀的